都大米啊 来看我的最新车 深水寻找白色爱车 抬眼一看发现 几乎三分之二泡在水里 打开车门更傻眼 后座连椅座都被淹没 欲哭五泪 整个拼掉了 只能跟朋友留下心痛的合照 因为受害车辆 高架桥下一整排车无一幸免 通水机来 他还要通水机 高雄人五大水狂烟 两百多万的白色爱车 没逃过泡水命运 恐怕得花五六十万的 维修费跑不掉 都蛮傻眼的 还蛮无奈 车就算了啦 这里就好了 人人没事就好了 只是爱车泡水该如何处理 专家提醒车子的引擎是关键 只要泡过水 记得千万不要发动 尽快拖走或拉到维修厂 继续怕会造成 它的水路油路电路系统部分的 一些伤害 然后后续部分的维修 维护部分 很麻烦 泡水车维修 首先车内得先做泥沙清洁 接着检查底盘电控系统 而最关键的是引擎 没进水 维修费上万元就可解决 但一旦进水 引擎得全换 费用恐破百万 像重东西进水 或者是说从这个地方进水 因为这是进到引擎室里面 这种电器的 这种就是保险室的部分 如果进水了 那整个就是已经电系统 就一定会会会坏 下雨天开车 如果行进一些危机水的地方 建议轻采油门慢速驶离 但是如果不小心开到 这个淹水已经接近车辆底盘的话 就建议立即熄火 马上等待脱掉 无论车辆是否泡水 只要开到积水处就要注意 同时避免将爱车停在地挖处 或者要花数十万维修费 真的会好心痛 TVBS新闻 朱冠宏 吴丁台北采访报告